各位老师好 现在要来向各位老师说明 要如何使用capstone软体 来对感应器去进行离线的记录 好 那我们一样先将感应器的电源开启 开启之后呢 也是一样 在软体的右方的硬体设置中 去搜寻这台感应器 好 那我们搜寻到之后 也确认上面的多码数字 与感应器是一致的之后呢 我们就点选配对 点选配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感应器 它的这里有一个离线记录的一个钮 我们点进去之后 就可以针对等等要进行离线记录的 侦测去进行设定 那我们现在要设定说 我们要确实进行离线记录 录的是这台无限的温度感应器 那也可以设定说 等等要离线记录的取样率 那我调整成10赫兹 好 那我都设定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点选启动 就可以开始去进行离线记录 那这个时候 我软体就可以关闭 当软体关闭的时候 这个时候同样的 还是可以去侦测温度 因为等等 它侦测的温度 会将数据先行储存在感应器之中 等等我们测量结束之后 我们会再将储存在感应器里面的温度值去汇入到软体里面 好那我现在简单做一个小实验 我用手呢去握住这个感应器的 侦测的探针 那等等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温度是不是有变化 好 那现在我的测量结束之后 我要把我的数据汇到软体里面 那这个时候 一样将软体去开启 开启之后 一样点选硬体设置 好 那这个时候理论到 理论上应该不会侦测到任何的感应器 此时我只要轻轻的 在感应器的电源轻按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侦测到我们的温度感应器了 那我只要点选 与感应器连线 好 那我们连线之后 这个时候 黄本就会问我说 我们是不是要把 储存在感应器里面的数据 去汇入到软体之中 那当然要嘛 那也可以选择说 我们在汇进去软体之后 我们要不要把数据 顺便从感应器里面删除 那如果要删除的话 我们就在下面这个地方打勾 就代表说等等 我将数据汇到软体之后 数据同时会在感应器里面被删除掉 好 那这个时候我点选把数据汇到软体里面 好 稍等它一下 好 那确定汇到软体里面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点选图表来进行观测 好 那我们要去观察的参数是温度 好 那这就是刚才我们去进行离线记录呢 所侦测到的温度变化 刚才我使用手去握住 温度的探增 代表说这个时的温度是有增加的 那当我不再握住之后呢 温度又慢慢的下降了 好 那以上就是针对离线记录的功能 和老师们做一个介绍 以上呢 谢谢老师的收看 好